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个本音大观战来,观战一把武智的鱼女祭司心理拥兵咒术 嗯,上来抓心理,其实祭司的话看啊,小房的祭司也能抓,看一下祭司的位置 这边第一个点,他又要来了,又要来了,又要花大圈圈,插眼 一个大圈,滑中,然后往前赶,往前赶,这边我这块板在不破 哎,我卡一卡你,水汽给你吸吸满,再丢一个叉,那这样一个叉如果能收到直接造成伤害了,收,漂亮 这个水汽的运用真的不错,真不错 不过插眼红迪,嗯,怎么说呢,节奏慢啊,不然还没带底牌 一个眼,架住 这边的话,跟进距离,不收了,因为他觉得这边我收一下 然后,你穿洞走,进那个医院,其实对于鱼女来讲 后面的水汽可能也补不上,这边强行要给一琴,能给上吗 你给一琴是吧,给一琴是吧,给一琴我抓你心理拥啊,你信不信 给一琴,好,你给,那我这边抓你 50的水汽,追一刀,然后这边开冲 回游,开冲,拉近距离 这心理学扛不住的,这边的话顺势还可以把那个祭司的密码机给包了 挺舒服的 要么就说是交一波大姑,交一波大姑 他不交一波大姑,这个心理学扬走不了,这心理扬走不了 祭司都已经用完了,这心理扬倒了 怎么说呢,你说如果说当时心理扬在外职位 不在脸上的话,给这个移情挺好的 或者说非常的好,但现在的话感觉 其实并不赚,并不赚,那你来打架好了,想打架打架 对吧,我这边机子全压着的 你们都没有修,祭司没有修,心理现在修不了 咒术师过来打架,你们来来来来,随便来 对吧,大家一起耗吧 骗一个孤响 我觉得这个,只要是带了困兽的话 其实鱼女倒不是那么的畏惧这边的咒术师来打架 心理鱼要教自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不一定走得掉啊 教了自己也不一定走得掉 这边咒术师过来 哎,这个水汽也70几 我往回走,先把人挂上 823的水汽,待会一叉子,说不定把这个伤害给打出来了 佣兵的机子也要被封啊 这边佣兵的机子也要被封 直接拉一个大圈,收,还好 收到了,佣兵没收到这个咒术师 有一说一把咒术师打的有点勇 他可能觉得心理学家救了我,我也要救一下他 但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当时早点修机会更好 早点修机会更好 这个位置救下来走不了,到了二阶的鱼女 我觉得这把武智迎面挺大的 宝瓶真胜一个局啊 现在是一个宝瓶真胜局 你说咒术师再来绑吗 能不能绑,能绑 但是能不能绑出一个结果呢 我觉得比较难 除非咒术师和祭司一起来绑 他交一个三层大锅,真下来了 然后这边还有祭司的洞才行 还有祭司的洞才行 看这边要不要继续来绑 目前来看可以挂进一个地压室的 不去留点远,再要下来 再来 就是他其实看似对吧 延缓了这边鱼女的一个挂人节奏 但是他也放弃的是自己的一个修机节奏 修机的一个时间 冲一下 没冲到,没冲到 这边再跟 你交过锅 那我回去挂人 这边点位好像压住了 要吃 刀啊 除非这波 心里能起来 心里要是起得来呢 不亏 心里起不来 亏 亏 后面我们看这边的密码机 密码机一台 两台点掉 还差最后一台新机 就算祭司有博命 这边打洞来救博命套上 我觉得 也拖不出一台新机 这边还要封闭码机呢 一个收叉 50的水汽 佣兵不太好来救人 只能祭司来救 祭司还不是特别想救啊 祭司先打个洞过来 先把你的洞打掉 对 稳稳的来 二圈圈 69%的水汽啊 这边吃到水汽就要倒了 爆了一波 那还行吧 祭司没倒就可以啊 博命还套上了 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波博命 把咒术师摸起来 并且咒术师跟佣兵摸满 那这样的话 求者还有宝瓶的面 我觉得咒术师可能还要来打架 但是差一台新机啊 真的打架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要是机子不差 比如差了最后一台机子 就最后一台了 我觉得可以 可行 宝嘛 对啊 保不了啊 我们马鸡点亮也是三开门战 但现在这个局 比较难打了 不过还行吧 至少祭司没有吃双岛 然后这边摸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当时 佣兵跟宗术师补状态会最好 是感觉宝瓶面更大一点 因为现在的话 穷者这边状态有点惨 然后呢 他一旦能够追到人 过板刀打中 好的 那这样的话 直接一个回游 看密码机 去小房 先插眼 丢插 往前封 这边一个圈 包住 状态好像补不起来 再下一个眼 那难打 还是刚才补状态会好一点 应该是没了 都不是难打了 应该是没了 因为现在穷者这边 剩余的东西不多了 剩余的东西不多了 一刀带走 叫人挂上 佣兵 宗术师要摸佣兵 宗术师三层孤 救下人来 救下人也走不了 你得交孤再救人 你不可能救完人以后交孤的嘛 你得交孤再救人 这边足迹看见了 好 那封一个大圈 这宗术师可能都不一定过得来 要跟佣兵配合 拉一个大圈漂亮 这手大圈拉得舒服 那你只能走了呀 宗术师 靠都不一定靠得过来 靠过来 这边 吃一刀 佣兵外面去修机子 这个时间上面也不太来得及啊 再找角度 其实一个冲刺 这边拉 拉死角 先封住你 先封住你 把这个人压过半 好 交孤 交完孤 这边回游状态没有结束 一个冲刺 宗术师 这边硬保 打了一刀宗术 佣兵的机子多少 24 这边本来还被插了眼的 对 这边还插了眼的 刚才那边密码机是插了眼的 那这边抓到祭司 封机子也行 佣兵是教自己的 封机子呢 更稳一点 封机子的话 这边 祭司可能 可以去摸一摸咒术什么的 再丢一个眼 听声音 两个眼 然后 一个收叉 佣兵 护壁跳开 那密码机封住了 往回赶 这边要把咒术师摸起来 摸起来 摸起来 我这边追祭司啊 祭司上华威 机子压住 我先把你机子压住 然后这边过来 交一个小锅 一刀 打中的又是咒术 打是打得很激烈 但是我觉得就是 穷者 再怎么打 也盘不活了 平局 不太可能 换挂 祭司 卡着 佣兵重新外面修 这边往外点 来找 有耳鸣了 能不能排到祭司的位置 排到祭司的位置就结束了 还在绕 还在绕 看 怕这边是兜底绕过来 绕了一圈 没有 耳鸣消了 再往外点 那这样的话 其实差不多大致位置 应该是能排出来了 就靠近医院附近 73的机子 打一刀 密码机点亮 把咒术师救下来 这边往外点 再往外点 佣兵的密码机 差不多快好了 但是并没有好 那这样的话 两个人最好是补状态 这两个人要补一波状态 佣兵这边的话 一个护臂跳开 可以 非常好 再拖你一会儿 但这边佣兵 其实拖不了太久了 下一个圈 应该是能包死了 这边的话 起一个圈包死 包死那两个人 能把密码机点亮吗 最好是去看看 能不能把 佣兵的机子给点了 但这把密码机压的 还是比较牢的 不给穷者一点点机会 看到了 看到了 佣兵是教自己的 祭司的机子50 切了一个闪 底牌交出来 闪现 砸板 可以 但机子亮不了 机子亮不了 机子亮不了 二选一 幸福二选一 收叉 包 洞线给你打了 然后下一个丢叉 收叉 带走这边的咒术师 挂飞以后 祭司这边如果有大洞的话 跟佣兵连一个大洞 祭司想去点命码机吗 想去点命码机有点难 这命码机也点不开的 一个收叉 直接带走 净利了 穷者净利了 打的也是很刚 很刚强的一个对抗 只不过就是 毕竟前期劣势有点大 你说后期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在残局上面打的其实蛮好的 好的 也是感谢大哥本习朋友们 下期再见 拜拜